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菜 歡迎又回到我們每個禮拜的 問天菜 問神不如問天菜 你不要連自己的節目都忘記啊 問神不如問天菜 沒錯 這個禮拜呢 我們的問題啊 是有關於家庭的問題 哇 講到家庭問題 這個真的是有一點難 大家有本難念的經 唉 沒事啦 我會幫你們解答的OK 啊有虎勒 有虎 我希望你們的問題真的是 有些不要像上次一樣 我還是文字 好可愛妳 來 第一題 爸媽不准我在家鎖房門 又會亂闖進我的房間 還亂動我的東西 害我找不到東西 讓我覺得很沒有隱私耶 我該怎樣捍衛我房間的主權呢 Oh my god oh my god 這種事情是非常常發生的 因為他們常常會聽到就是一句話就說 欸 我是你的爸媽 然後順便加哪一句呢 你最常聽到的 Come on 我幫你養這麼大 那我問一句 你為什麼那時候要上床 你為什麼那時候要打炮 現在拿起手機打電話給你的爸爸媽媽 問他們為什麼 不戴套 沒錯 爸媽開玩笑的啦 我們就是這麼的威脅你知道嗎 有時候 因為他可能說尊師重道 敬老尊賢 但你回頭想想 如果我們互相尊重 我們還需要尊師重道嗎 不需要我尊重你 你尊重我啊 我一定要打倒無家思想 告訴他 爸爸媽媽 請尊重我 請尊重 我感覺為什麼有點厚啊 開始工作有了收入後 爸媽一直暗示我應該提供孝親費 但我北漂養自己都很吃緊了 我很困擾 想聽聽阿蔡的意見 首先我覺得這個問題呢 我需要知道的information可能要更多 第一點就是 請問爸媽有需要你的孝親費嗎 像我的父母親喔 他們是完全不需要孝親費的 他們是跟我說 以後 都不用養他們 哇 你爸媽講那麼直接 對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經濟可能比我更自主吧 來 你的錢覺得不夠 我們不存錢的 OK 錢不夠就去賺更多 只要你越賺越多 你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我每次講話我媽都只聽一半就會對我下定論 都會說你的個性我還不知道 你也不想你是誰生的 根本不給我機會解釋阿 P.A.是我媽是母男座 哈哈哈哈 這裡是他 他還講出他媽是什麼星座 長輩都會這樣想 譬如說他已經有這個經驗了 他希望把一些經驗給你 然後讓你不要再去走一些 要繞路的路 但是呢 有些人 就是要繞路 他才能過他的人生 他人生才能理解 我跟你說啦 爸爸媽媽 有時候 你們這樣子 會造成什麼現象 這造成的現象可多了喔 去公司 而不敢跟上級互動 或每天很害怕 把這支影片給你爸媽看 我再講一個 比較貼切的就是 你們要怎麼跟他溝通 我覺得 你不要說 他在講的時候 當下你就跟他溝通 你應該是說 沒有這種問題的情況下 你說很日常的moment 很日常的moment 然後呢 你就跟他說 說嘛 其實呢 有時候啊 你說那齁 我真的很難過耶 然後 俏皮可愛一點 用這樣的態度去 溝通一些嚴肅的事情 比較好講下去啦 對 就是你的態度 可能取決於他 有聽進去70% 或是有聽進去30% 我曾經有一個好朋友 就我最好朋友跟我講 因為我講話算是有邏輯 然後我講話有時候 如果太急躁 比較有氣勢的話 我的好朋友跟我說 他說我覺得你講的都對 可是我根本不想聽 我的重點不就是要你聽嗎 可是你現在連聽 就算你再有道理 你現在連聽都不想聽耶 那就完全沒辦法溝通了耶 對啊 那我就是很要檢討我自己耶 但人就是會有劣根性 不管你怎麼檢討自己 有時候就是會有劣根性 所以我就只能提醒我自己 這樣子 OK 最近發現爸爸手機 不時會有個陌生女子傳訊息給我爸 上次甚至看到匯款帳號 擔心爸爸是不是被感情詐騙了 我該跟我媽說嗎 我覺得最近這樣類型的故事超多 他會藉由先跟你聊天 然後跟你有一個感情之後 然後告訴你期貨的東西 喔你說投資股票那種的嗎 對 然後說你看我每天啊 就是這樣就可以賺多少錢啊 你也可以開個戶頭看看啊 之類的 同學我覺得 基本上這個東西呢 我會先不要跟媽媽講 我會先去問爸爸 因為如果你馬上去跟媽媽講的話啊 我覺得可能會 在沒有很了解事情的情況下 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戰爭 是不是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快樂 我覺得他可以買到短暫的快樂 我覺得短暫的一定是做得到的 我是不知道 因為有錢跟快樂兩個我都沒有 你要錢還是要愛 我都要 好我們要進入到60秒 快問快答的時間 嗯哼 我爸尿尿從不沖水 那他要怎樣 節約環保 爸爸是省水大使 我如果說第一沒有人可以說第二喔 這個爸爸我可以給他第二名喔 我跟你講怎麼辦對不對 你就去尿尿 然後一起沖掉 結束 爸媽管東管西 感覺人生都要照著他們的想法去走 我跟你講表面上可以照著他們想法 你已經大學了 你在外面了 或是你幹嘛 其實他們也不知道啊對不對 有次我跟我媽出去 他給我用手機看抖音影片 聲音開到最大又不帶耳機 我覺得很丟臉 你可以跟他一起跳啊 你就在路上跳起來 如果你敢的話 你看誰比較丟臉啊 你說插玻璃嗎 對啊 有露胸部的小串 我在台北工作 每週都會抽個時間跟爸媽通電話 每次電話都會結束在 阿你什麼時候要結婚啊 什麼媽 很多人都是有熱情沒感情 在這個年代 2022年 我們就是要走出自己心的一條路 我是男生 我有三個姐姐 我的三個姐姐一直對我現任女友很有敵意 一直說我女友的壞話 我被夾在中間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盡量少跟他們聊有女友的東西 然後也不要太把女友就是帶到他們身邊 然後馬上裝可憐 馬上裝可憐 我覺得很難 如果你們都這樣 我就不想把他帶回來 然後裝可憐 就是我要憂鬱症了 情緒勒索他 上一集我們真的在說不要持續勒索 那不是情緒勒索 我覺得這是假的 這是假裝情樂 就是演藝出戲給他 最近發現我妹都會跟我爸拿一份生活費 接著又跟我媽要一份 等於他每個月有雙倍生活費 這種貪心的行為 我該怎麼治他 跟他一樣啊 同流合污啦 同流合污啊 爸爸媽媽姓都知道 你要跟他講的話 他也會覺得說 他就是心甘情緒給他 去年母親節我送了一束花給我媽 我媽居然會說 他覺得沒人會送他花 所以自己買了一束送給他自己 媽媽自己買了一朵 你就再拿你的那一朵 放在媽媽手上說 你看這樣你就有兩朵囉 小時候我爸帶我去見叔叔朋友時 都會跟叔叔阿姨講說 這是我兒子長得很醜齁 台灣人是超會這樣子 我說啊這個我們這個 怎麼跟你們加那個比 PS這個問題是猛將親身經驗 哈哈哈哈 你爸 怎麼叫長得很醜齁 這五湯五湯 每次吃飯的時候 我媽會一直說 欸這個很好吃 講到你吃為止 你說媽我不敢吃茄子 很好吃喔 阿 你說好等一下吃 喔 反正等到最後也吃完了啦 喔好飽喔 我姐都不做家事 把所有家事都丟給我做 做得好是應該 沒做好 就對我叽叽歪歪 我快受不了 阿這家是不用做家事是不是 都是我做是不是 我是你用的還是我是新杜瑞達哈 我爸吃完飯都不會順便收拾碗筷 叫他收也只是放在水槽 叫他順便洗 他就會說 我不會 我該怎麼教育他這種基本的觀念 那就都不要洗阿 但心裡會覺得說自己看不過去對不對 買了洗碗機啦 OK阿不然取個老婆回來阿 好 好取老婆回來 你說取個洗碗機回來阿 對啊取個洗碗機回來阿 好那可以 我跟你講我此生最會做的就是洗碗 我超會洗碗 對我們現在開始開放底下徵婚齁 不論我做什麼我爸媽都看 所以我覺得我不會成功 長期的不信任讓我有點自我懷疑 跟前面那集一樣 少跟他們接觸 最後一題喔這題很厲害喔 一直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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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唸一直唸 少跟他們接觸 那講兩句阿好想念阿媽怎樣阿 唉唷拍謝啦我真的很忙阿拜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問神不如問天菜啦 我希望呢大家可以喜歡這個影片 然後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給身邊有問題的人 然後有餘問我們問題齁 雖然我回答問題呢 不一定是大家想要的 有時候娛樂性呢 大家聽聽看也是不錯的啦 好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然後呢如果你想問什麼問題呢 也持續關注我們的IG跟FB喔 好不好 大家掰掰 YOO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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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你也在掰掰阿喔 喔